Hello大家好,我是Michael赵 今天终于要来讲一讲这支 在过去一年里经常在我节目中出镜的这支 七四Custom Nica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首先先感谢一下借给我这支琴的澳洲的华人粉丝 它是在日本下的订单 然后直接就发给我 所以我是第一首拿到这支琴的人 非常的荣幸 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时拿到这支琴 当然是想更多的弹一些Randy Rhodes的曲子 但因为这一年来我真的太忙了 所以能准备到的Randy的曲子还是比较有限的 反而是我拿这支琴演奏了很多的不同风格的曲子 那也算是对这支琴的一个全方位的尝试吧 那其实我也感到很不好意思 毕竟这是一支全新的琴 一放就放在我这一年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要归还这支琴了 那在发货前 我就把最后的这一期对这支琴一个详细的介绍给完成它 以前在我节目里 可能大家其实因为它是浅色的嘛 所以它有很多细节 其实大家是看不太清楚的 那在这一期的节目里 我将会很详细的去展示这支琴的细节 包括它这个文物艺术品般的Murphy Lab的作就 一看这种已经发黄的奈卡 大家肯定马上会联想到Randy Rhodes 不过这支7-4 Custom 它并不是Randy Rhodes的正式签名款 Randy签名款的7-4 Custom复刻 已经很多年没有再产了 最近的也是2010年做过大概300支的复刻 当时Gibson也是找到了Randy的家人 并把那支琴借来进行了研究 非常忠实的还原了那支7-4 Custom的细节 其中有100支是进行了做就的 然后有200支是VOS风格的 也就大概相当于九成心的那种略就的风格 这个做就的版本收藏的价值是最高的 因为它忠实的还原了Randy手上那支7-4 Custom 经过了岁月洗礼后的细节 当时的发行价格已经高达七八千美元了 在当时是很高的一个价位了 那基本上这300支琴已经是落在了各个收藏家的手里了 我看了一下行情 这个做就的版本 现在的价格肯定是有十几万人民币了 我手上的这一支7-4 Custom 其实是日本经销商跟Gibson订购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支M2M的定制款 M2M也就是made to measure 简单的说就是Gibson的定制服务 不过主要是针对于经销商的 当然经销商也可以先收集客户的订单 再转给Gibson 客户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在Gibson提供的范围里进行定制 虽然它不是Randy Rhodes的正式签名款 但是它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按照Randy Rhodes的做旧款的签名款来做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支琴的价格也仅有签名款的一半左右 也就去年大概五六万就可以买到这支琴了 可能和签名款那些小区别就是这个户板上没有Randy Rhodes的名字 以及没有Randy Rhodes的证书 而这支七四乃卡的证书是这本Murphy Lab的证书 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序列好 还有一些关于Murphy Lab的一些说明 上面只说它是一支heavy aging的Murphy Lab 也就是重度做旧 那整支琴可能是为了避嫌 Gibson他是完全没有提Randy Rhodes的名字的 只是经销商可能在卖这支琴的时候 会说是Randy Rhodes Inspired的七四Custom 但懂得人一看就知道 这支琴绝对就是Randy Rhodes签名款的复刻 而且复刻的就是当年那个一百支的做旧的款式 因为大家看 这里像地图一样的油漆脱落的做旧 和当年的签名复刻款是高度的相似的 连这几颗小点都还原的很到位 包括左下角的这颗小点 屁股上的这些吊气 虽然不是一模一样 但是一丝也到位了 然后这四颗可以连成一条线的点 也被还原出来了 然后琴颈部位的磨损做旧 其实每一支都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会磨损的部位也都被做出来了 条线钮也和Randy那支一样 用的是德国的Charler 所以这支琴虽然没有提及Randy Rhodes 但毫无疑问 它就是2021年 应该是2021年产的 对Randy Rhodes 7-4 Custom的一个支禁 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这支琴的一些细节 这里我就不说什么仅供参考 或者说是不构成购买建议 因为这支琴 想买还是真的是很难买得到的 我在国内也看到有个别朋友 也在日本有买到过 但我相信这个MurphyLab版本的7-4 它的发行量应该是不大的 首先说一下它的颜色 因为比较有意思 当年Randy Rhodes买的时候 应该是奶白色的 就类似于这种很纯正的奶白色 因为用的是消极器 然后慢慢的就会变成这种黄色了 当然这个黄色最终也成为了 Randy Rhodes的一颗很标志性的颜色 因为Randy Rhodes用它的那支7-4奶卡 录制了它大部分的作品 和参与了大部分的演出 可见它是非常喜欢它的那支7-4 Custom的 然后我手上的这个复刻的 我觉得它的颜色应该是调出来的 而不是自己变黄的 当然这个不重要 因为这个颜色还是非常的逼真和到位的 那放大来看 这个底色其实还是白色的 表面的层才是黄色的 包括包边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一层7是黄色的 然后这里脱落的地方就是白色的 然后就是这支琴的琴体 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看一下这里油漆露出来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颜色不一样的横杠 那在电路舱里 我们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条杠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它其实是一张比较薄的蜂木 我不太明白它的具体的作用 但是这样的结构 在70年代的Gibson里 算是比较常见的 整个琴体是四块木头粘成的 最底下那层是桃花芯木 然后粘上一层比较薄的蜂木 由于比较薄 所以我们这么看起来 它像是一条杠一样 然后再往上一层 还是桃花芯木 然后最上层的这个拱面 还是一块较厚的蜂木贴面 不管大家是否喜欢这样的结构 反正无论是复刻的签名款 还是这支日本经销商定制的 Murphy Lab款 都很忠实的把70年代的这个结构 给还原出来了 而至于这一块贴面 我看官方说签名款的是 三拼的蜂木贴面 其实这个被油漆盖着 也是看不出来的 而这一支日本经销商定制的七四 通过目测其实也看不出来 它是几拼的 这里隐隐约有个中缝 应该是双拼的吧 当然这个也不重要了 我也只是顺带的提一嘴 琴体的包边 是这种很豪华的多层包边 非常的漂亮 并且Custom的传统是琴体的正反两面 都有做包边 而且包边上的油漆脱落露白的感觉 也被Murphy Lab给做出来了 遍布整琴的这种漆面军裂的效果 可以说是Murphy Lab的招牌了 以至于Murphy Lab这本证书的封面 用的也是这种漆面军裂的图案 这些裂纹据说得先用刀片给刻出来 然后再在漆面上进行低温和高温的处理 才能形成这样自然的 像是经过了多年使用的军裂效果 但因为是heavy aging 也就是重度做就 所以它看起来真的是就得非常的惨 外行不一定能够欣赏这样的做就 但是对于董行的吉他爱好者来说 这就是顶级的做就艺术品 每一个细节都像是经过了多年使用后 自然留下的痕迹 不过经过这样处理的漆面其实挺脆的 有时哪怕只是用手指去轻轻的擦一擦 也会掉下几颗漆面的颗粒 这一群琴颈的形状也是Gibson里很特殊的 它是一个D型琴颈 而且是比较薄的D型 D型琴颈在现在的一匹风上面是挺常见的 当然它没有好坏之分 只是手感风格不太一样 D型琴颈的顶部会相对平一些 这支7四奈卡的琴颈也是完全的按照Randy的琴颈形状来做的 它是一个较薄的D型琴颈 比一匹风的60S的琴颈还要再薄一点 在进行一些速度较快的演奏的时候 的确手感非常的舒服 不过有一说一 因为它是消极器 并且进行了一些做就 所以琴颈的手感还是有一些粘手的 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需要适应一下的 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琴头和琴颈的过度部分 有一个拱起的设计 这个英文名叫做Valute 用于加强琴头和琴颈 拐角部位的强度 一定程度上降低Gibson容易断头的风险 这样的设计主要也是出现在70年代的Gibson上面 不过后来Gibson还是弃用了这个设计 后来全部恢复成了这种老式的不带加强的设计 具体原因不祥啊 但其他的不少品牌 比如说ESP 都会使用这样的Valute 去增加安全系数 那无论是签名款的 还是这支Murphy Lab的T4 Custom 都把这个Valute给还原出来了 乌木纸板也是Custom这个型号的标配了 纸板的弧度是Gibson标准的12 品丝是Gibson标准的大号品丝 所有的Gibson的品丝都是经过了Pleck的处理的 所以平整度是不用大家有任何担心的 品位标记用的是霸气的大块的方形品机 材料是略带彩色的鲍鱼壳 电路舱的盖子 那这支琴用的是比较传统的黑色的 而原版的应该是一个看起来像是金属的吧 然后挡位器的这块排排 这里用的是Gibson Custom的排排 不过原厂是配有这个全黑色的盖子去替换的 琴桥用的是ABR1 这也是Gibson所有复古型号的标配了 并且也是进行了做旧的处理 打开琴锦试音器的电路窗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整洁干净 通过这一条隐约约的线条 我们大概可以判断 它使用的也是70年代Gibson比较常见的 Transitional的粘接方式 可见了每一处契捷都是在为了还原当年7次Custom的风貌 至此其实我们发现这只74Custom很多细节 已经超出了Gibson给经销商提供的Made to measure的定制选项了 这个能跟Gibson定下几乎就是1比1复刻Randy Rhodes 做旧签名款的日本经销商 绝对不简单 这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就是这两颗实音器 实音器命名为Super 74 复刻的也是Randy 74 Custom当年的那两颗琴上的原装实音器 这两颗实音器目前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所以它几乎就相当于是Randy签名款74 Custom的专属实音器 其实这对实音器在当年是Gibson比较常见的实音器 应该是叫做T-Bucker 据资料记载它使用的是三号磁缸 而且输出功率不是很大 但清晰度非常的好 那在接下的音色演示中 大家就可以听到这对特别的实音器的音色表现了 顺便也拿我这支R7来对比一下 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这支R7来对比一下 的声音色预测 GibB 通过这一组的轻音对比 大家肯定就已经听出来了 这两支琴的实音器的风格相差太大了 R7的输出明显要大很多 而且低频要更肥厚 而R7-4 Custom这两个实音器的输出相对会小 高频更突出 清晰度也显得更好一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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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对音色做一个小结吧 如果撇去实音器的输出功率不考虑的话 R系列的声音会更温润更粘稠 尤其是在他们的不插电视的原声表现上就尤为明显 而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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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色的音色的品质是高度一致的区别可能也只是配置上带来的频率上的风格上的区别 那当然还有实音器的输出功率的区别 也会把这两只琴最终的音色的风格稍微的拉远一点 但声底两只琴是非常接近的 最后再总结一下 这样一只经销商特殊定制的Randy Rhodes Inspired Gibson Custom 74 的确是近年来你能找得到的最接近于Randy Rhodes手上那只74的型号 并且Murphy Lab的做就也基本上是还原了Randy手上那只74的磨损痕迹 但因为没有与Randy Rhodes联名 所以它的价格要比签名款还要便宜一半 对于Randy Rhodes的狂热爱好者来说 它是一个如果你遇得到并且能力的话 那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琴 但我相信它的产量并不多 所以能买得到的人也不多 但是不是每一只74 Custom在细节上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可能实音器用的不是Super 74 还有一些小配件什么的可能也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涂上的这只74 Custom 它的旋钮的颜色就和Randy的古铜色的旋钮是不一样的 而在我面前的这一只 并且我有幸借了一年的74 Custom 虽然它并没有明说是Randy Rhodes的74 Custom 但各种细节却做到了如此的还原 无论是Super 74的实验器 还是属于Gibson70年代的多层粘贴的琴体 以及这个同样非常有年代特征的 用于加强琴头的拱起的Valute 甚至是现在非常热门的MurphyLab做旧 都高度的还原了Randy Rhodes 74 Custom的各种细节 能这么近距离的感受到我喜欢的吉他英雄的琴的魅力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其实连这只琴的买家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只琴会这么的还原 他当时只是很单纯的觉得74 Nika市面上太少了 很难买到 偶然看到一只就下单了 直到完成了这一期的功课后 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捡到宝了 那对于屏幕前的大部分朋友来说 包括我 我也是买不起这样的琴的 如果让我去挑选 那我自己去买一只三四万的普通的白卡和黑卡 那就是我的极限了 而且只要是一只你觉得顺手的Let's Paul 即便你没有74的实音器 即便你没有Randy Rhodes的这个薄的低型琴颈 那也照样是可以很好的完成Randy Rhodes的作品的 而这样子的情怀加成的琴其实是更适合那些有着非常好的经济能力的朋友 买一只并且有偶像的光环加持 那谈起来不可否认 的确会让心情更愉悦的 好了 大家各取所需 风简尤人 希望本期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了解Randy Rhodes的这只七四Custom 那今天就是这只Custom最后一次出镜了 再次感谢澳洲的这位朋友 那这只琴很快就要踏上归途 回到秦主人的怀抱里了 从中国运送到澳大利亚 路途遥远 希望一切顺利 再次感谢这位慷慨的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